妈妈走的那年 我离开求学生活 从女主角Sandy的《儿时记忆》里 进入那个背着书包 走过市场的怀旧画面 这是由南美观所推出 最后一部微电影《记忆的温度》 内容描述的是 传统市场的振兴与改进议题 透过剧中角色的视角 及不同的看法 与观赏者产生更多共鸣 他们不只是卖东西 卖的是记忆 我们是在带这些乡亲拌握感情 我反对 旧市场的烈士还有 脏乱 不好停车 淘汰 是迟早 此次的故事 透过主张振兴 与主张改建的两派人马 呈现传统与现代的两者冲突 跟随着女主角的记忆 去思考传统市场的人情味 与现代市场的便利性 该如何做出取舍 当台湾有很多的一个超级市场 兴起之后 传统市场改往哪里去 这一直是长期以来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那在我们传统市场振兴 这部片子里面呢 我们期待去 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主张振兴的 一个是主张改建的 那我们不是希望 给出一个答案 而是希望在片子里面去 让大家思考 看到底传统市场的人情味 还有现代市场的便利性 两者之间如何做一个取舍 它也许不是一个绝对的二分法 但绝对是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议题 系列为电影最终部 记忆的温度分为上下集播映 9月15号播出上集 9月30则播出精彩完结篇 欢迎民众踊跃上YouTube 岛屿的光影锁定观看 另外FB搜寻 岛屿的光影粉丝团 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机会抽中超级礼券 欢迎大家一块从社区故事中 看见真台湾 品动树不停相思采访报道